一有人问我能不能跟我做私聊 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问题在困扰着他 一个人表面上好像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不管是婚恋方面的还是工作上的 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 线面隐藏着的食指性的问题 在影响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只是他自己意识不到而已 而且有意思的是 当这个食指问题得到缓解的时候 他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和改善 比如说一个自卑的人 当他提高了自信心之后 他不管是在婚恋方面 在工作方面 在经济收入方面 还是做事的主动性方面 都会相应的有所提高 所以我的做法是通过私聊 不仅要处理正在困扰你的这件事情 而且要以这个症状为出发点 挖掘出那个症结真正的所在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给每个人独身定做一套自我成长套装 我的目的是 让你不仅学会解决当下这个问题 还有将来你会面对那些问题的技能 见心理医生是挺贵的 而且有人抱怨说 见了之后也没什么用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大家不知道 那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内心 最容易受伤害的地方 去暴露给一个陌生人 这个需要先建立信任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见了心理医生一年半载之后 还接触不到实质性的问题 这个也让我意识到 凡是想找我私聊的人 其实已经通过看我的视频 对我产生了信任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省略到前面那些个 在边缘问题上的那些不必要的浪费 当然 也可能有人不想做套装 就想跟我聊一次 也可以 但是我要实话实说 人生的很多问题 根本不是聊一次就能够解决的 想要知道更详细的信息 还有我收费的情况呢 请到我的邮箱 王破555 atoutlook.com 跟我联系 期待着你们的邮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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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